花了19天 在2月就已经研发出病毒检测试剂 3月初就发布好消息 很快可以在15 20分钟之内 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抗原 现任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李中西 指出了问题关键 检体都被政府控管 民间厂商拿不到 最重要是那个确诊那个 确诊的检体现在全部都是还是在CDC 在疾管局在控制的 就算拿到检体完成验证 产业要量产试剂 还必须通过政府审核 2月业者准备送审就卡住了 我们过去当然都是紧急的时候 都是国外的产品好像比较可靠 那这个已经是行之有年 核酸检测最主要的关键 就在于把这些材的检体 它的萃取物放到这个 由国人所研发的生物晶片里面 再透过这台机器 两个小时它就可以验出结果 不过这样的机器 这样的技术 国人还无法使用 因为还卡在审核阶段 以这台机器为例 竹科升级公司研发的核酸检测仪 标榜比现有的标准检验 灵敏度高出十倍 能精准验出十分微量的新冠肺炎病毒 目前和新光医院 以及美国加州医学中心合作 只是技术再强 没政府批准 只能看不能用 所以我们到2月中左右 跟韩国都是一样的速度 他们的产业界 可是他们在2月下旬 马上就得到政府的批准了 它第一个产业的公司得到的产品批准 可以开始国内跟国外都可以用的 事实上像美国的FDA 美国的食药署 他们是非常主动积极 他们像你在开发一个压物 如果他发现你这个压物是很有突破性的 他是主动来跟你讨论说 我们怎么做临床实验 才最容易可以验证让他通过 赶快让他上市 赶快让他变成病人可以用 卫福部食药署直到3月下旬 公布了国内检验试剂 申请专案制造办法 就是我们的3月26号公布的 这个专案制造的紧急的时候 专案制造这个办法出来的 之前他就已经在国际上销售了 所以我们大概从销售这个部分 从产业的这个商机的部分 我们大概晚了两三个月 也是需要由中央政府去授权 我们才能够来生产制造使用 实际上在之前 如果业者有来询问 我们也都会提供 我们也有会鼓励那个业者 就是说来跟我们面对面的咨询 或者电话咨询 或者我们也都有专 设置一个专线让他们来咨询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 政治上的不同吧 各国都在跟时间赛跑 但我们政府审核了4个月 别从防疫第一 变成量能最后一名